中文字幕 片尾 字幕 片尾 字幕 片尾 養字幕 片尾 我今晚超級忙 有考試 又有改名 你想要回學 又有學習 幾十萬元做 所以很多很多人叫我 快點拍影片 快點拍影片 那就好了 我知道了 會拍的了 今天就拍完一條片 就是講老師必備的小物 上次拍完照片 就講我改作文 一晚之後就改了兩班的作文 那裡想吐 我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放了一部大眼仔的東西 不知道證明得到嗎? 這樣的東西 每個人都在問我什麼? 其實那一部是非常好用的貓貓機 所以我今天就特地拍這段影片來介紹給大家 本來我用的貓貓機是第2代 我最近在偉大的塔華就看到有第3代 所以我馬上就買了回來做一個開箱片 我第一次拍開箱片 所以燈到了 所以事不宜遲立刻開給大家看 第2代當然是雲介到了 一邊就有這些東西了 第一次拍開箱片 首先就是這部貓貓機 一二三公分 這樣嗎? 可以嗎? 對啦 裡面就有說明書 然後有充電線 還有這個 主體貓貓機 好像那些美容器 其實這個位置我真的不知道是有什麼用的 因為整個貓貓機的功能是完全無關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弄這個 這個東西 還要貼了膠 其實這個用來做什麼呢?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小的影印機 但暫時只可以印到黑白色 暫時來說 只要用電話的APP 就可以印在電話裡面 基本上所有東西 譬如說圖片也可以 你打了一些文字也可以 然後就可以印出來 打開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這裡怎麼這麼奇怪 裡面就是這樣的 其實它就有放卷紙進去 所以它其實用不同的紙 就有不同的效果 譬如你剛才你看到這一袋 不知道是鯨魚仔袋 它聲稱是印出來之後 它是會紅色的紙 好像你可以買東西之後 那張單 那你現在就可以用這部機 去印出那張單 當然啦 就不會像單那樣單調 它就可以印很多不同的東西 而且它裡面的APP 才是最強勁 蓋子的一些Template 那你就可以用那些Template 印出來也挺漂亮的 用一個這樣 保護套 好像那些 我想好像iPhone的膠套 這樣的顏色 放棄 不實 bye bye 我不如事不宜遲 試一下印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個神器 原因是因為 譬如我們老師做作文 改作文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給個分 但其實給個分 同學生 對同學生的意義是不大的 他看這個分則 其實他不會懂得怎樣改變 他只是知道自己這次好 這次差 我想我的學生 在作完作文之後 是經過我給他的評語去改善的 但有時候寫到手都出血都沒寫完 對不對 一班有時候有三十幾四十個學生 那你改兩班你不死 對不對 漿漿漿都改 那我不想剝奪了同學 看comment 這個權利 自己沒那麼累 所以這個Belmo機就非常之方便 所以我就立刻試給大家看 到底可以怎樣用 這個做法就很簡單 你就拿一卷這些紙 我自己喜歡他用這個藍色紙 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是像一些小貼紙 就是在上面刷完東西 後面這個其實是一個貼紙位 這樣剝出來就好像 很容易貼進去 功課裡也好 貼進去 Notebook 也好 什麼都好 這樣就很方便 放了卷子進去 然後就這樣 這樣 OK 這樣開著它 糟了 不知道有沒有電 是有電的 OK 其實就要用你的電話去Match 我又要拍片 又要用 好 多轉一轉 好 大家想不想像到 現在我是拿著iPad來拍 那我就要找個App 這樣就看到 那裡面就可以讓你找 這個Match 但我看了 這個Match 這個Match 可以了 已經DETECT了 OK 就是這個 我按進去之後 其實它的介面是這樣的 類似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主要就是一張白紙 可以加入 OCR的意思是 它可以拍一些照片 然後將相片中的文字翻譯出來 變回這部機中的一字 然後就有Image 可以做To Do List 其實為什麼我說它很棒呢 因為它裡面內置了很多這些 當然你可以說 這麼貴低B的 你可以不用的 不過有些都可以 我覺得OK 比如這些最基本的 然後就有Sticky Notes Sticky Notes 通常就是一些小可愛 那我就會用這些印給學生的 因為比較可愛 然後還有Name Card 小文字 Banner Print the Word Page 有時候可能會看到一些網站很棒 那我都會Print出來 黏在自己的桌子上 去提醒自己 還有Text Mode Text Mode就是打字 放一個圖畫 那我用印一張照片才說 糟了 看看有沒有 很多字牌 不如這張先說 如果我想印這一張 我想看看效果是怎樣 先試一下 怎樣 啊對了 那你還可以在裡面 調一下 調一下 例如說 光度 對比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強一點 對比 其實是會清一點的 OK 因為它已經印出來是黑白色 所以會有一點影響 按這個按鈕 好 先試一下 Print OK 接著它再點點點點 看看他們三個 好緊張 咦 怎麼了 你看看多恐怖 Silent Hill 所以這個是失敗的 再試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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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 讓我出來 雖然有些恐怖 但坦白說 我覺得效果不錯 也不錯 而且也挺清晰的 我覺得都 搞定 那譬如說想黏在 那些 我不知道呢 黏在這裡 黏在你張 想黏在電話上 這樣 那我想這樣也OK 有些恐怖 好 OK 坦白說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因為它其實都沒有起很多粒粒 第二代就會多粒粒很多 第三代都算很清晰 OK 那我再試一試 平時我會怎樣 用來作文 OK 好 Sticky notes 不知道為什麼我串錯字 Sticky 按完之後 我就會隨便選一個 譬如我選這個 打字mode 你真的做得很好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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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因為實在太懶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決定用另一個新方法 就是用最強大的Dictation 好 I love your writing FOOSTOP It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omas Nancy FOOSTOP I think you can actually add more ideas into your writing Thomas 其實它中文都做到的 那你轉向中文 真的寫得很好啊 感探圖 我覺得你可以再寫得好一點 感探圖 還有 這個Youtube真的好正啊 OK 那當然有些錯話 在這裡 Print Print 又是這樣 這張小貼紙就大公告成了 我把這張小貼紙貼在小朋友的作文上 其實它還有很多用途 譬如我見到一些同事 就是他忘記交功課 把那份功課 他欠的東西 就貼在他的臉上 不是貼在他的家學策 或者他的手策 告訴他 喂 你好貼的 給家長的一點點東西 那些學生寫得不清不楚 他們就會做了一點點東西 就貼在一起 說一定比你快打 或者一定比你快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那所以呢 很值得買啊 這個 你快點留言給我看 你想到怎樣用這個 這麼有趣的貓貓機 你還可以除了這個 還可以怎樣用法呢 好像除了老師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用到 留言給我看 看看我有沒有創意 我在下之後可以再分享給你 下次再見 Bye